越高我们真的要做更多的因应跟准备 当然干旱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不过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人类还是以人定胜天这个理念来对付天灾 换言之留下了很多重大的水利工程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您看一个 它不仅是工程伟大 而且几乎可以说用奇景两个字来形容 它的第一点就在中国大陆的河南安阳 安阳当初是一个太行山的地方 但就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 那时候面临了极严重的干旱 于是中国大陆动员了10万以上的工人 来修建了一道饮水渠 这个饮水渠的工程非常之难 因为它要透过山壁越过山顶 走过很多的山的天险地带 整个工程很多时候的水道就盖在山壁的中间 有一道悬浮在空中的水上长城一般 花了蛮长的时间终于把它建完 这个水池的全长长达1500公里 当然最后的水到驱城之后 整够灌溉了地区达达了50多万亩的农地 不过这个水泥工程实在盖得非常不容易 它光是以它凿臂打山就不知道树木多少 工程浩大不说 而最后留下的真是一个难得看到的奇景 最后由于它刚好在中共的建政开始那段时间 因此就把它叫做红旗渠 红旗渠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 当然它的供水量已经不弱当年 不过还是在发挥灌溉跟饮水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它现在已经有极大的观光价值了 带你去看一看这个50年前的重大水利工程 当然人类现在在看那个工程的同时也该想想 天后从那50年到现在恐怕变化又更多了 如果现在在盖更多的红旗渠 恐怕面对气候的异常也大概没什么用了 但在这险峻的太行山上 竟然有一条绕在群山腰际的水渠 看起来像是个水上长城 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渠 红旗渠 1969年完工 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自豪地说 这是新中国的奇迹之一 美联社也曾经对红旗渠下过这样的评论 人工修建 看后令 世界震惊 临见人民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没有工具 自己丧 震惊的点 不外乎是1500公里长的红旗渠 靠的仅仅是半个世纪前 河南 宁州人用锤子铲子和两只手开凿出来的 就像行军一样的队伍 开山修渠大会战 从1960年2月11号点燃 这个在黑板影片中的年轻人 有着飞虎雄鹰的称号 现在当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您当时在渠上都干过啥活啊 我主要是爆破 任阳城那时才20多岁 不顾众人劝说他第一个报名排险大队 要在山腰挖出水渠就点心 开山炸石 靠着一条长绳子把人吊在悬崖峭壁 头上巨石可能滚下 往下看又是万丈深渊 腾空作业等于是在玩命 我用的受不了了 那在那空中乱打 有没有出过危险啊 就在游泳第三天 结果要到点了 一抬头 隔上面掉下一块石头 到达最上 一倒以后 头红过去了 而古企临州人这么大的勇气 就是因为干旱 临县原本是个水资源齐缺的贫困山区 在早期五百五十个村庄里 有三百零七个 必须大老远去取水 最远的要走二到三十公里 井水旁排着长长的人 等着提水是常有的景象 吃水难成了临线人 一代接着一代的生活写照 要改变命运 李顺昌汉王文书 当时被选入三百名青年组成的先锋突击队 负责开凿红旗渠最艰难 也是危险最大的青年洞 那么大的劳动量 对体力怎么保证 就上上挖这个野菜 没有这个野菜 跟这个鱼小米插到一会儿才吃饱了 休渠的六年年代 正好是中国最缺吃喝的时期 十万零周人苦占十个年头 凿了211个碎洞 产平1250座山头 但也造成了81人牺牲了性命 人工天河最后让54万亩的耕地得到灌溉 成功结束临线十年九旱 水贵如油的苦日子 改变恶劣的环境 临州人明知有危险 却还是赌上性命 开渠修路 红旗渠不只是太行身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一个奇迹的成功 贯彻着临州人不服输的传统 直到50多年后 依然如此 年轻拼命开凿红旗渠 老了坚持保守红旗渠 像任阳城这样的开渠英雄 最近又出头了 因为红旗渠从2000年以来 饮水量逐渐减少 甚至不到建成初期的一半 加上部分渠断毁损 面临重修的必要 修复工程看到了当年的先锋队 77岁的王文书 还有71岁的李顺昌 重出江湖 而这位深满仓老先生 更是捐出了子女留给他的养老金 20万元 为了村民风衣足食 为了下一代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容 有心脏病的深满仓老先生 挂着药在身上 仍旧天天到工地里帮忙 像他这样热心的人 岂只是一个两个 古人说饮水思源 赶着无数人的红旗渠精神 血汗逐成 代代延续 过了半个世纪 没被淡忘 反而更强韧坚定